玉里镇市区台九县路段 以东地区的民众民生用水 还是必须以抽取地下水方式来取得 部分民众希望可以装设自来水 永昌里长赵启文和启摩里长陈文祥 也在县长座谈会的时候提出了建议 县政府建设处也马上来到 玉里镇启摩里联合里办公室 召开装设家用自来水的协调会 也表示住户检据相关文件之后 可以违请合法的水电行 向自来水公司申请接装自来水管线 玉镇台九县路段以东地区的民众民生用水 仍然有部分的民众 还是抽取地下水的方式来取得 而部分居民还是希望可以装设自来水 而永昌里长赵启文 与其摩里长陈文祥 也在县长座谈会时提出建议案 县政府建设处也马上来到 玉里镇启摩里联合里的办公室 召开装设家用自来水的协调会 并表示住户检据相关文件之后 可以违请合法水电行 向自来水公司申请接装自来水管线 有租约这六部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有问题有疑问的部分 是其他还没有租约的 现在还没有租约的部分 你要有三个东西 一个叫付给的签注证明 第二个在用电证明 用电是民国62年1月30号 你在这个地方有用电的证明 或者你的房屋有房屋的税级证明 那设计证明这个很特殊 你知道这个顾政事务所 你带你只要有房屋 他给你设了他也有跟你 镇长龚文俊说 镇公所建设客会协助民众 办你申办自来水 接管线作业所需的文件 花点县议员中速镇 预理证明代表吴新闻都到场 来协助协调的处理 希望可以解决居民的民生用水问题 记者高双双与正采访报道